吃鸡 看三双 决定运一失双 大家好呀 我是三双 看到我悲伤的是啥了吧 啊 对 火箭小子 他就是咱们今天整队的对象 今天挑战 在获胜之前 只能打火箭小子之前 哎 我就说嘛 超级对抗最枪手的角色就是火箭小子 你们经常四排的人应该能感觉到吧 按我的观察 每一队人都会有一个火箭小子 所以我想面对的话 最好把他留在最后 且慢 让俺老三看一看他是什么身份 嗨 不是次元极客 就是幻灵猎手 总之跟咱的小倒霉蛋没有一点关系 哦 这是干啥呢 看我半天不出去以为我害怕了 哎呀 装人机吸引不了我 除非你们在天上嘎嘎乱飞 嗯 七岛不淘汰 应该不算犯规吧 前方有威胁 前方有威胁 咱们再飞高点看看情况 哦 值得了 值得了 他就是第二个小倒霉蛋 嘿嘿嘿嘿 哎呀 欲望相中 老三得利啊 走 登上超体中心的大舞台 展示一下火箭小子们的风采 哦 你说这不巧了吗 快快躲起来 他有金属炸弹 打不了就转移嘛 反正再上来还是很容易的 哦 对 好像只有火箭小子和闪电尖兵可以上来吧 这个人又是什么角色呀 我决定落到他的隔壁去看一看 哦 这是他上辈子的盒子嘛 复活又回来了嘛 看看这个是啥 好家伙 我就摆了个pose人给我抢了 好不容易才遇见一个火箭小子 还给摆给了 看看抢空头的勇士今天cost杀 红色的是极数炸弹 你又是什么鬼 超体中心还剩一个爆破上位 就是那个数次超偶然炸弹的小伙子 你要的我要是有翅膀我早就把你给打了 我靠 没翅膀 谁说不是呢 你要是个火箭小子 我 原牌上了 我也不是说用纸巾呀 我一起来的 真不是我不出来 出来也给不了你想要的呀 咱俩真是孽人 孽人呀 我这话怎么说的像个渣女啊 别信别信 俺是纯爱战神 对对对 我可我找人你好久了 我一直找不到你 还怪感人的咋回事 哎呀火箭我是真的找了你 我先走了火箭拜拜 我的天哪 好要礼貌的小朋友 忘我陪他玩了这么久 好啦 文心的小插曲结束 咱们已经是冠军的种子选手了 还记得今天的挑战吗 火剩前只打火箭小子 现在就已经可以等谁到谁了 你们也看见了哈 今天的亚军是闪电尖兵 挑战成功 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记得点赞关注一键三连哦 我是三生 下期再见咯